金鏗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正的。 多謝郭姐妹為我們讀出今天的經文。 今天為什麼我會選擇這段《尼希米記》一章一至十一節呢? 這段時間,教會給我機會負責明年二十週年紀念的特刊準備。 我們教會明年慶祝二十週年。 當我去準備這個二十張年的特刊的時候, 我也有機會去看我們以前教會的過去,過去的歷史,過去一切的事情。 大家可能在教會多過十年的,可能大家自己都有一本,是我們《北約華人基教會十週年紀念特刊》。 這是一個封面。 我想在座大部分的人都在這個教會,可能少過十年。 我自己在這間教會大約是七年。 在座大座當中有沒有人多過十年的? 在這間教會? 大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我看到過去的十年,我們教會很大的變化。 也當我看回這本《紀念特刊》的時候, 當中有一些的朋友,有一些的大英姊妹, 仍然在我們當中。 有一些可能已經去到天家, 有一些可能已經離開了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而且當我看回這個《紀念特刊》的時候, 很多的學習,很多的提醒。 見到昔日, 初過十年的大英姊妹為《北約華人基督教會》付出很多。 他們也都在這個教會裡面, 獻出很多的時間, 花了個心機,去建造我們的教會。 所以當我準備未來的未來的二十週年的紀念的時候, 很多的思考。 但好奇特, 這段經文就進入了我的腦海裡面。 尼希美的一章,一字十一字。 為什麼會進入了我的腦海裡面? 神,希望透過這段經文跟我說什麼呢?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讓我們低頭祷告。 我們聽上架包庫,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過去, 給我們在北約華人基督教會的侍奉。 不論是十年,不論是二十年。 也讓我們在教會的恩典裡面, 在神的恩典裡面, 得到牧羊,得到和大兄姊妹相交的機會。 神,求你透過今天的說話,去提醒我們。 也讓我們去展望教會的未來。 讓我們去學習, 過去十多年,二十年裡面, 大兄姊妹的付出。 我們承擔這個特別的責任, 去帶領這個教會。 我們這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及。 阿們。 今早上我講的《尼希米記》 可能有些在座的弟兄姊妹 不太認識這本書。 這本書是在《舊約》。 可能大家看《舊約》要找的時候, 聖經很特別, 我們聖經很大本, 也分開《舊約》和《新約》。 如果你要去找《尼希米記》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本書在《舊約》裡面的中間。 如果大家對聖經的編排不太熟悉的時候, 可能以為這本書在《舊約》的中間, 是否代表這本書所講的事情, 就是在《舊約》的歷史中的中間呢? 今早上花了一些時間, 跟大家去解釋一下《尼希米記》的背景, 他的故事。 為什麼《尼希米》會寫這本書? 首先,我給大家一個圖, 這個圖可能大家覺得, 這麼多東西都看不明白, 不要緊, 基本上, 我都不需要大家很仔細去看每一個字, 基本上, 在這裡大家會看到的是, 看看我先會不會, 這裡開頭, 創世記, 如果我說這裡開頭, 就是創世記, 那尼希米記在哪裡呢? 因為到了尾尾尾, 到了尾尾, 接下來是這裡的時間, 接下來就是四百年, 神在母, 派遣先知和猶太人說話, 接下來就是耶穌出生的故事, 換句話說, 如果從一個很簡單的時間去看來講, 所有猶太人的歷史裡面, 有記載的, 在舊約的, 都在這裡, 而尼希米記的, 就是去到最後, 差不多最後那段時間, 在同期來說, 還有幾卷書不多, 哈蓋書, 薩加利亞書, 馬拉記書, 這四卷書都大約是公元前四百多年去寫, 整卷的舊約, 記載的故事就是公元前大約二千年, 去到公元前四百多年, 一千四百年的歷史裡面, 而尼希米記就是差不多是最後, 那這段時間裡面可以發生很多事, 亦都發生了很多事, 今天不可能從第一天, 創世紀開始, 講到尼希米的時代, 但我希望給小師大家, 一些簡單的歷史, 讓大家知道一些重要的時刻, 一些重要的背景, 如果在公元前二千年就是創世的, 接下來一些重要的日子, 譬如說一千五年, 就是摩西出埃及的時候, 出埃及的, 大家可能都會認識一下, 第二卷書,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日期, 就是當年的歷史, 到公元前大約1千五百年, 1千五百年, 1千五、1、0、5年, 蘇羅是猶太人的第一個皇帝, 成為皇帝, 成為猶太人的皇帝, 成為猶太人的皇帝, 也就是說由一千五百年, 猶太人離開埃及地, 亦等了五百年,他们得到第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扫罗,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叛逆神,接着就简选了大卫 大卫成为皇帝大约是九百,公元前九百五十年左右 他的儿子是所罗门 在那段时间,犹太人是最光辉的时候 因为是有一个国家,有好的君王,有大卫,有所罗门 但是所罗门去晚年的时候,亦都是犯了罪 他和爱邦的女子结婚,更重要的 他跟随爱邦的女子去敬拜神 所以神的审判,亦都去到大卫的家 大卫自己本身,亦都是犯了奸人 所以神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 这个是宿令的原因,亦都有政治的原因 就是耶波安,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 他年轻的时候,得到这个帝位 但是他不听一些年长的谋事,给他献计 他反而更多的富税,要更多的建设 令到国家分裂 中国人所说的,苛正猛于虎 所以国家就分裂了为北国和南国 就去到公元前930年 这个犹大国,就是大卫国的国家 经历了所罗门最江辉的时刻 去到他的儿子耶波安的时候 就分为两个国家 北国叫做以色列国 南国仍然叫做犹大国 这两个国家有什么特别呢? 犹大国是南部的,耶路撒冷仍然在犹大国 因着神的恩典,犹大国的控制权 仍然留在大卫的支派里面 所以在犹大国里面 基本上的皇帝都是大卫的子孙 某程度上来说,可能他们当中 有些人会很崇拜或者去学习 从大卫或者所能门身上学习去敬畏神 所以犹大国里面比较有一些好的军王 例如阿萨、约瓦斯、约西亚 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都很敬畏神 将偶像除去带领会众 一除去赞美神 但北国以色列国就完全不同了 北国以色列国的统治者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有些是将领,有些是普通的人 他们怎样可以成为帝位,怎样可以成为皇帝 跟中国人差不多,谋朝三位 中国人都说的,谋朝三位 所以他们所能够成为皇帝,北国的皇帝 是较着权力,较着杀戮,得到皇前 所以北国来说,没有一个皇帝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皇帝是专心敬畏神 甚至乎每个皇帝都带领他的会众 去敬拜其他的神 当中有些是更出名的,差的 有阿克,有耶罗波安二世 他们在位的时候带领会众去敬拜神 甚至乎去烧他们的儿子 用他这些方式去敬畏其他的神 所以北国,以色列国当中没有一个皇帝是好的 一来可能他们没有一个是大位支派留下来的人 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得到皇帝 都是靠权术,杀戮,谋朝散畏 所以他们从来都不会敬畏神 南国比较好一点,我刚才说 因为南国都是由大位支派下来的 所以当中有些皇帝都敬畏神 但是最终他们这两个国家都离不开神的审判 因为他们都不是一个敬畏神的民族 他们都是跟随外邦 跟随其他的人去敬畏其他的 或者敬拜其他的神 所以神最终这段时间里面 公元前930之后 不停派遣先知去警告他们 神的审判会来到 但最终他们都不听 结果神带来最后的一个审判 就是将各国家灭亡 去到公元前722年 北国以色列国就被亚述所灭 刚才我说北国差不多没有一个皇帝敬畏神 所以去到722年 大约只有200年左右 这个北国就已经灭亡 南国好一点 多百多年,八十六年左右 去到公元前586年 南国这个犹大国也都被巴比林所灭 通过最终的审判 这两个国家都被灭亡 在这段时间 犹大人终于都被灭过 但不代表神去放弃他们 在公元前大约900多年的时候 耶利米先知 已经预言 当这个犹大国 这个犹太国灭亡了之后 神会再次拯救他们 在耶利米书29章10至14节 这个耶利米所写的这篇书的时候 是在公元前900多年 在灭国 你想一下 算回来 在灭国200年前 甚至300年前之前 神已经作出这个预言 圣经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林所定的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迎回此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活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讨告我 我就应运你们 你们尋求我 若专心尋求我 就必尋见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尋见 我亦必使你们被老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 你们到的各处 招聚了来 又将你们带回 我使你们被老略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和华作出一个预言 或者作出一个承诺 他向以色情说 即使将来你们被老去到别的地方 即使将来你们国家去灭亡 当时间到了 七十年到了 我就会再一次将我的恩典 去带到回来你们当中 当你们去呼求我 去向我讨告的时候 我就会凌云灵 当你尋求我的时候 专心尋求我的时候 我就会被得尋见 我会将你们从医班 从外邦里面去重新招聚 不论去到哪个地方 我都会能够将你招聚 放回去被老略离开的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 这个是耶和华 是公元九八多年前 向犹太人所作出的预言 这个预言有没有成就呢 去到以色拉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本书 第一章在这里给大家看 也都读给大家听 波斯王鼓列元年 耶和华为应验 直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鼓列的心 使他下照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鼓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以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与 在里门中间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重见耶和华 以色力神的殿 愿神与这人同在 至静下的人 凡静下的人 无论既居何处 那地的人 要用金银 财物 申愿帮助他 另外他也要为 耶和耶路撒冷的殿 今生 今生 献上礼物 于是 尤大和变那文的族长 祭师 尼美人就是一切 比神激动他心的人 都吟来 要上耶路撒冷 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在以斯拉第一章一至五節 记得了这个经文 记得了这个故事 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 这个波斯王很特别 他不单止殲滅了巴比伦 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很精明 很开放 是很能够去关顾 他所统治王国里面的人 甚至当中这帮犹太人 当时来说 这些犹太人已经被巴比伦的制度 巴比伦王去分散了 在这个王国的里面 因为巴比伦不想犹太人 只是再聚居在犹太地 不想他们再聚居在耶路撒冷 以他们分散去不同的地方 同时也将外邦的人 放在耶路撒冷 令到耶路撒冷的地方 已经再不是昔日一个圣城 不是昔日 只是得犹太人敬拜 独一真神的地方 是五花八门 任何人都可以去住 这个是巴比伦王 这是继密 但是古列王 波斯王 殲滅了巴比伦王之后 他作出这么奇妙的决定 当然 在圣经里面说 这儿给我们知道 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是耶路撒冷 感动他的心 作出一个金奇德 和他的民族 可以说没有直接关系的决定 但是跟他的心有关系 因为他说 耶和华 在第二节 耶和华 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与 可以这么说 这个外邦的波斯王古列 都是叫做一个基督徒 其实在旧世里面 神所拣选的人 不单止是犹太人 一个又一个 我们看到的故事 拉盒 这个古列王 他们都不是犹太人 都不是犹太人 但是都愿意 都能够给神去用 在这里 神就使用他去带出第一次的回归 但是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公元前五三八年 五三八年 如果大家心水清的时候 一想 嗯 好像有点问题哦 刚才在耶利米书那里 神说是巴比伦王七十年之后 神就会作出这个回归的应许 但是 咦 时间上有不对哦 是不是神执执搏 算了 差几年算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再看一看一次 公元前五八六年 南国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 但是刚才说 在公元前五三八年 波斯王就是鼓励 或者波斯王就作出一个决定 去让犹太人重建这个圣殿 一看 深水清的 特别对数字敏感的人 一看下去 几年了 四十几五十年左右 肯定不够七十年 那是不是神 说错话呢 神从来都不说错话 神从来都不说错话 为何这么说 再给大家看一些资料 其实犹太人被巴比罗 去所灭之前 已经有秘鲁 他们一开始 巴比罗人侵略 犹大国南国的时候 每一次侵略 他都将一些王 将一些人带走 第一次 和第二次 甚至有三次 第一次 他们进巴比罗人 侵略犹大国的时候 是公元前六零五年 第二次是五九七 最后完全去灭 左右大国的是五八六年 如果大家一看 以第一次作标准的时候 差不多是七十年 真的差不多是七十年 所以 我们的神 是没有说错话 巴比罗王侵略犹大国 开始的时候 第一次是六零五年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将犹大军王 犹大人 拿走 好像中国人的春秋战的时候 都将这些皇帝 拿走 作为一个什么 人质 人质 当时来说 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给我们见到 神的应许 的而且确 是在七十年 巴比罗王侵略犹大国七十年之后 去出现 所以 我们再看同见的时间 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 波斯王准海重建圣殿 一年开始 就在一年之后 他第一次回归 是洋犹太人 在所罗巴伯 另一个比较出名的人物 当时他虽然 他不是什么省长 他不是什么官员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他是大卫支派的子孙 仍然应验 是神的应许 不论什么时间 神的觉 都仍然在大卫支派的人的手中 他带领第一次回归的人 去到耶路撒冷 去重建圣殿 当然 这一年 虽然有皇帝的批准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们中人也说这件事 记不记得 巴比伦王 他的阴谋 就是将所有的 大部分的 有钱的 有权力的 聪明的犹太人 从耶路撒冷 拿走 摆回的是爱邦的人 经历了差不多五十年 五十年 你想想多伦多 我们中国人 香港人移民五十年 多伦多改变了多少 我们周围的白人 没什么了 没什么的了 当时的耶路撒冷 即使这个所罗巴伯 带领一批人 回去重建圣殿 住开的 做开生意的 住惯了耶路撒冷的外邦人 绝对不会听你说 所以 非常之困难 非常之困难 他们足足要等了二十年 去到公元前五一六年 神再派遣哈哥善治 薩加利亚善治 再鼓励当地的人 去决心去重建 足足用了二十年 才能够重建的圣殿 圣殿是重建了 好像肥华教会已经建了 但不代表神的工作完成 神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不是单单是建造一个圣殿 神的工作是建造人心 所以即使在五一六年 神已即将所罗巴伯 跟着来的哈哥撒加利亚 去重建这个圣殿 但是人心要建立 再等多大约五十年 神再派遣以色拉和尼希米 去到耶路撒冷 去重建人的心 变已经起好 但人心没有改变 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 看到尼希米 听到的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做一次去看尼希米 首先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 明白尼希米是一卷一个什么书 尼希米分为十三章 可以说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说一节六章 是预备重建这个城墙 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困难 刚才所说 即使是早期的 有皇帝的预准 有圣旨 但是不代表建造是容易 即使建造了 潜在社会里面 社区里面的反对声音 从来都没有少到 所以一直以来 他们都不停反对 而且加上犹太人的心未重建 所以 当尼希米去到重建圣殿的时候 是非常困难 也是非常困难 但是尼希米被神简选很特别 他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领袖 他不单止能够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最重要的 他也有一个 很有组织的能力 鼓励其他人去重建这个圣殿 终于用了五十多天 就重建了烂了的圣殿和围墙 由七章至十三章 他和以色列一起 同一个时期 一起去重整神的子民的灵性生活 所以你看到 神不单止要重建圣殿 最重要的是重建人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 至于尼希米的身份是什么呢 是酒静 什么叫酒静 不是单单是试酒的人 以前的皇帝和中国皇帝都好像 个个都想他死 中国皇帝都是个个都想他死 中国皇帝可能都会找些太监 试试食物的 看看有没有人毒他 当时那些皇帝 波斯的皇帝 一样 他也会找一些人去试试 他面前的食物有没有毒 换句话说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老鼠 如果有人要毒死他 这些人就先死 好像挺好 好像在皇帝身边 但反而来说 那些酒静的就是先死的人 但怎样都好 尼希米就是在皇帝身边 做这样的工作 酒静 酒静 这个是他的身份 这个是他的工作 大家留意 他是酒静 稍后再讲关于他 好了 不再差不多 要时候再看回我们的经文 我们再看回我们的经文 刚才所读的一至四节先开始 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希米的言语如下 阿达涉西王二十年 基斯流月 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那里 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 那些被老归回正下逃脱的犹太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老归回正下的人 对犹大省遭大难受灵欲 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一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说 在这里见到尼希米 身为走证 他所工作的环境 他中作的前途 是非常之好 甚至乎可以这样说 如果大家做少少计算 当他是被老第一批的人 公元前600年或者586年 现在的时间大约公元前444年 他的岁数都不轻 或者反过来说 他可能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非常之年轻 非常之年轻 因为已经是秘老的 计算秘老的时间 已经六十多年之后 甚至乎可以这样说 他是什么 波斯仔 而且计算小儿 不是 priests 而这些畅小儿 我们叫过到き 他很早就离开了耶路撒冷 甚至乎他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 或者犹大地出生 他可能就在波斯的地方出生 但是他竟然对自己的国民 自己的族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但兄姐妹 为什么在这段经文 去到我心里面呢 这件事是第一件事 可能神要我留意 要我去想 我这段教会只是七年 不是很久 但是神说 我来这儿去做侍奉 是不是单单是用我的知识呢 是不是单单因为机会来到 我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敬拜呢 我的心是不是在这儿 我的心是不是在这儿 或者大家在座 你的心是不是在教会 不论大家在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多久 如果我们愿意去福祉神 愿意在这间教会 去继续去敬拜神 我们第一件事 不是问有没有机会 不是问我有没有能力 不是问这间教会有多好 而是问我们的心有多关心 神说 有多关心 这个教会 在这里 黎兄米 他所认识的 耶路撒冷可能不多 但是当听到他的兄弟 跟他这么说的时候 他的心竟然是悲哀 竟然愿意坐下去哭泣 竟然愿意去禁食 为这个他可能不熟悉的地方去祈祷 大家可能跟着来都知道这个故事 但是在这里 已经让我们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学习 也都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我的心是不是在这里 大兄姊妹也都很坦白 过去这段时间 我可以在英文堂 去侍奉 大部分时间 我讲到或者跟他们相关的时候 我的心跟他们是很近密的 我脑海里面 当我跟他们讲圣经 或者是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会说 究竟我可以帮他们什么 我可以在心里面 甚至有时表面上 在外面上 都会跟他们同哭 但是去到中文堂 因为我和大家的机会 接触机会少一点 关系是没有在英文堂那么深 但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教会有成长 也都让我们教会有更多的目者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现在英文堂 有一个年轻的弟兄 在我们当中 是牧羊 他现在叫Tim 是我们一年的实习传道 愿神是帮助他 成为他们当中的 一个好的大哥哥 一个好目者 那我可以再一次 回到广东堂 花更多的时间 和大家一起 去走跟随神的路 去更加明白 你们心里面感受 你们面对的困难 让我的说话 让我的讲道 让我的祈祷 让我的分享经文 真是能够帮到大家 可能神给我们这个 第一个学习 接着我们再看 尼希米他的祈祷 这个更加 是让我们一个 很好的学习 接着他说 耶和华天神的神 大而可谓的神 你向爱你 守你戒命的人 守若施前岸 愿你增眼看 执而停 尼希米在这里 一开始祈祷的时候 他不是说出 神啊求你帮助 求你帮助 在这里一说出 神 我认识你 你一个可谓的神 但是你也都让我知道 你一个爱我们的人 爱我们的神 你是一个会爱我们 会拯救我们的神 你是一个愿意听我们 被祷告的神 听着这个很重要 如果单靠人的力量 教会必死 我可以这么说 教会必死 因为人 是会腐败 如果单靠人的力量 人就会着重自己所做的事有多好 会埋堆 会找自己团队 不许之以处类 大家都知道 从你们的人生经验 从你们的学识 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 只是为了自己的成就 这个教会或者一个组织 必然会败坏 或者必然会有很多的斗争 很多的攻击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要学着 一切我们都要依靠神 神是警告我 不论我去哪里侍奉 都要学习 哪个是最重要的领袖 就是我们的天神的阿爸父 是可谓的神 我心每一个人 都要敬畏我们的神 但是也都要明白 这个神是愿意听我们 愿意看顾我们的神 祂能够去听我们的提督 听我们的心里面的祈祷 尼希米的祈祷里面 第一件事 他就说 愿你曾眼看 侧而听 你的博人 昼夜在你面前 为你众博人 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事 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 藉着博人摩西所吩咐的戒命 律例典章 在这里 尼希米第一件事 他向神去认罪 但是他所认罪的 不是自己的罪 而是他国民的罪 如果大家记得 刚才我所说的 尼希米是一个波斯仔 或者是一个波斯长大的年轻人 或者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可能是一个几十岁的人 但是怎么也好 他是属于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官员 走正都是一个官员 他的前途 他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是波斯局 耶路撒冷 而是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 他没有将自己和那班以色列的军王 以色列的优太人去分开 他将自己和他们摆在一起 所以大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关心教会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在祈祷里面 都torn the finger 就是诺下谁 不要在祈祷里面做了金手指 原来在祈祷里面 我们都要学习 去承担大兄姐妹的罪 因为我们是教会的一分子 神是想见到我们 是团结合一的生 如果在祈祷里面 我们都要做金手指的时候 神知道的 其他人不知道 神一定会知道 你看神怎么想 但是利庆米在这里 有一个很好的学习 他虽然知道 犹太人所犯的事情非常邪恶 没有遵守摩西所定下的 一切的律例简章 但是他没有将自己 和那帮人分开 他愿意将自己 等同他自己的犹太人 意识的人 愿意去承担这些罪 愿意去求神 去赦免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 利庆米怎么去求神 接着我们学习 利庆米怎么去代求 第八节至十节 求你纪念所吩咐 你仆人摩西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 紧守遵行我的戒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 我亦必从那里 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所选择 立为我命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所救赎的 林庆米在那里作的祈祷 他为他的国民祈祷的时候 他不是单单说 神啊既然那帮人这么差 你救他们啦 他第一样东西 他记起神向以色列文 所作出的承诺 他在这里 他说 《纪念你伯仁向摩西说》的话 这段说话在哪里呢 是《新闻记》三十章 二至五节 内容非常似 但是在这里 林庆米告诉我们 他不是回教会去听圣经 因为没有教会的时候 他为什么很熟悉圣经 可以说甚至偷偷地这样读 我不知道当时的宗教自由 现在今天的词题叫宗教自由 当时来说宗教自由 不知有多强 但肯定没有会堂 没有教会 没有法律塞人 那时候都没有法律塞人 也都没有民事 也都没有祭司 那些祭司也都不准他们 随便去敬拜神 因为没有圣殿 他们要回到耶路撒才行 但是这个林庆米 在这个书山城 或者在这个波斯的地方 为什么他能够去认识神的话 很简单 因为他读 他愿意去读 他愿意去记得神所讲的说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教会 继续去向前走的时候 每一个人 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都需要自己去看圣经 需要自己去学习圣经 在这里 因着圣经或者旧约的学习 他知道神一早向犹太人作出这个承诺 所以在他经文里面 在他祈祷里面 他都说 神啊既然你差不多说 你既然曾经向你的子民作出这个承诺 今天就求你去应验你所做的事 用你大能的手去救赎你的人 救赎你的人 所以大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神的说话 不单止是在礼拜日去听 还要是我们去读 当我们读了之后 甚至乎让我们在祈祷当中更有力量 因为我们祈祷 不是单单是我们自己想 我们自己想 神会帮我 而是真的 神在圣经里面 是讲过那些说话 让我们有把握 向神去祈祷 让我们有把握 向神求安慰 让我们有把握 向神求保护 因为在圣经里面 是讲过这些说话 不是我们一厢情愿 想一下 猜一下 求一下 神就会做那样东西 因为神如果在圣经没有做那样东西 而我们去求神的 就不合神的心意 所以在礼希米这里 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 祈祷 不单止告诉我们 我们要认罪 不是认自己的罪 不要做金手指 是愿意承担 跟弟兄姊妹一起的罪 去求神去捨面 也都求神 借着祂的说话 去回应我们的所求 最后 明显米的十一节 祂的行动 祂说 主啊 求祢执意听 祢博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 祢明众博人的祈祷 使祢博人 现今亨通 作王面前蒙恩 我是作王走正的 祢博人的祈祷 在这里 明显米其实 告诉我们 不单止祈祷 原来还有很多人 一起向神祈祷 可以这么说 他是一个祈祷的领袖 他已经有一帮人 有一个相同的心 他不是自己想这么简单 他知道原来有一帮人 一样有那种心 他向神 去求 去帮助 帮助什么呢 让他能够在他的王 他复仕那个波斯王的面前 能够蒙恩 可以亨通 这个亨通 不是代表中国人所谓财运亨通 这样的解释 而是得到那个王 能够是接受他 他现在都说 只这个牧人 现今亨通他明白 他能够成为走正 一切都是成的恩典 虽然 简单地说 名字都很好听 叫走正 基本上就是白老鼠 准备死的那些人 他但仍然觉得 是神的安排 如果不是 他哪有机会 能够跟这个王 去直接对话呢 所以他求神给他 能够在面 神的王的面前蒙恩 接着下来 在第二章 讲到 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在神 在一个王面前 很忧实 那个王问他什么事 接着他就解释 原来自己国家的人 自己国民 随便一个走正 可不可以跟皇帝 说这些说话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他不知道皇帝的心 不是个个都像祖先 古利皇那样开通 好了去吧 去重建圣殿 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这个皇 根本跟犹太人 觉得不妥的 他一说这件事就说 原来你的心 这么多年来 根本不是向我的 你会不会是做禍底 中南部所说的 禍底准备杀我 立即会死 这个我想的 当然圣经没有这么说 但是怎样都好 从我们的常理 要跟一个皇 去说出这段这样的说话 而这个皇 根本跟犹太人 没有直接的亲属的关系 换君与换虎 要说这些非常困难 所以他在那儿求神 帮助他 给他有勇气 去到这个皇的面前 去靠 结果我们知道 不单止这个皇批准了他 还有给他作为这个省督 去到这个犹太地 去重建 修辑 圣殿 围场 也都给他有人 有物 有物资 去帮助他 这些不是尼希米自己想到的 他最多是想 去到已经不错了 不死得 说完那句话 不让人斩头 或者中文叫斩头 不让人杀了 已经算好彩 但是神的恩典 真的超出我们所想所求 超出尼希米所想所求 竟然让他 一直可以去到耶路撒冷 有作为一个省长 有权力 也都有资源 去帮助他 去重建 当然 这个过程里面是不简单 希望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明星是不单止有祈祷 不单止有待罪 不单止是有那个心 他愿意作出一个行动 求神帮助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今年的时候 现在和一帮大兄姊妹准备 这个二十个周年的特刊 现在都是很初期 我感谢大家 有些大兄姊妹 已经将他们的照片 一些文章 呈现了给我们 我们慢慢会收缩放在里面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二十周年 或者过去的十年 我们的教会 可以说是神带领我们 走过很多困难的日子 第一个十年是建立 建立了一个教会 有一帮大兄姊妹 从零开始建立教会 但是过去十年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 神是带领 但是 现在在座的 所有坐在那里的每一个人 如果一天 我们教会 十年之后 作一个三十周年的特刊 里面的故事 取决于我们 未来这十年 我们怎样 在这个教会 去侍奉 怎样在这个教会 去忠心跟随神 没有人知道 未来这十年是怎样 我更加不知道 未来这十年 那本书会是怎样 但是我给几幅图画 去给大家选择 有一幅 一个人 闯过高峰 未来十年 可能大家 很多的计划 熟灵上 或者自己的工作上 家庭上 很多的高峰 可能会发生 你去到人生的顶点 可能是未来你十年的计划 人生的顶点 又或者 你会和一帮的弟兄姐妹 或者一帮的人 带领他们去认识神 带领他们走 跟随神的脚步 还是每一个人都愿意 做离稀民 放弃了他走症 这个高薪厚职 虽然很危险的工作 如果他做得高级的 可能他都不需要自己试的了 他都会有年轻的了 有下属的了 那就不用试了 但是怎样都好 在皇帝身边 虽然伴军员伴苦 皇帝身边生活 我们看所有中国的戏 在紫禁城的人 怎样斗来斗去 怎样都好过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 八个联军死先 当然是外面的人 最后才进到皇宫 所以在皇宫里面是最好的 但是离稀民愿意放弃 当他放弃 虽然刚才讲讲 好像做省长 好像有很多的财力 但是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要独自一人 走这个城墙 因为他知道 那里饿苦藏龙 因为他知道那里 周围很多危险 很多人都想他死 或者很多人 不想他成就 重建的工作 更大的工作 就是他知道 要重建人的生命 这件工作非常困难 皇帝最多帮他 我给君利 我给物资利 他就可以重建成墙 但是皇帝 不能够给任何一样东西 去帮助他重建人的生命 未来的十年 大家来到我们的教会 愿意来到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可以一起 做一个熟灵的复兴呢 建造已经做了 物资可能已经有 未来的十年 我们追求的是人生自己的顶峰 或者带领一帮人去认识神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会不会我们愿意 放下一起 去做一个熟灵的复兴 未来的十年 会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面 就有这样的渴望 希望可以跟教会的大英姊妹 无论是英文堂 广东堂 甚至国语 那些国语 非常不灵光 但是希望都可以在一起 和大家美来的十年 一个熟灵的复兴 让我们的神的恩典福音 在我们生命里面 真是能够改变 不要再是 屁屁 求求其其 不要静悦单单 我去了教会 我去了敬拜 就觉得是足够 要在生命一个 全员的改变 全员一个熟灵的改变 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 这个是我心里面 一个感受 或者神 这个给我们的托福 让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天上的巴虎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 这个挑战 也给我们这个教会 过去的十多二十年 你让不同的大英姊妹 在教会里面 尽忠尽力 尽心去建设 去服侍我们的神 让我们有美好的地方 有美好的建设 但神啊 我们的心灵 又要受到更大的挑战 因为当我们面对一切安逸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被撒旦去攻击 被撒旦去引人 让我们疏忽了 在属灵上的增长 属灵上的进步 神啊求你去帮助 让我们未来的十年 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复兴 让我们每个大英姊妹 在未来的十年 能够有一个同一个心 求神去帮助 让我们更加是顺服神的说话 生命的真应的改变 帮助更多人去认识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让我们未来的十年 活的真是为主而活 活的真是为你的国而活 我这样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命而求 阿们 在离开之前 不好意思啊 我说了一件事 上个星期